集中能源队这个一号主力是郭月 那么剩下的还有世界冠军曹真 还有国家队的这个队员穆子 那么刘希呢作为这个小运动员 他应该说是八一集中能源的四号主力 那么四号主力在前面半决赛当中 对这个鲁能的这个比赛当中 就能够拿到这个一分半的这种成绩的话 我觉得这种小将的这个出彩的这个表现 为这个最后这个胜利 这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盘 单打冯亚兰 三西大复合冯亚兰 对八一集中能源的穆子 这是拼超联赛女团决赛的第一场 两支队伍就较量 根据赛制呢要经过三场两胜 这是第一场 我们来看一下冯亚兰是1990年出生 那么在06年夺得过世青赛女单冠军 在10年获得德国公开赛的个人首个熊辉赛单打冠军 进入2012年 在科威特俄罗斯两战公开赛 冯亚兰夺得女单的冠军 这个在年轻圈主当中应该是出类拔萃的 那么冯亚兰他的成绩是十胜八负在拼超联赛 名列第十一位 副子呢是1989年出生 出生于辽宁 他是小学三年级到北京来学球 后来进入八一队 在国家队呢是师从孔灵辉 在拼超联赛当中 他是十二胜十二负 名列第十四位 最好成绩在09年和一年 分别和张继科好帅合作 两届士兵赛的混双亚军 非常遗憾 我就说介绍牧子的时候 这两届混双亚军 哪一届也行啊 也圆了这个世界冠军的梦 但是恰恰这两届都输给他的这个师姐曹真了 曹真是两届混双的冠军 刘伟我记得是三届混双的这种世锦赛冠军 对 杨云你看哈 这个今天的这个2012年拼超联赛的这个冠亚军决赛 他这个赛制呢是三战两胜制 对 那么三战两胜今天是第一战 第一战我们从服装上就已经看出了这个穿红色衣服的这个八一集中能源队 今天首先是这个取得了这个主场的这个比赛 应该说这场比赛八一集中能源占据了天势地利人和 对 那么这队他最后的这个成绩应该说 这个率先取得主场比赛他也占有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这两支队伍呢在第一阶段的交锋呢是两个队伍反而在客场都战胜了对手 因为他这个主客场有时候啊就是说主场如果你把它放大优势 你把各个方面利用好能够体现主场的优势 但是反而反过来讲有时候主场运动员的压力可能也比客场会大一些明显一些 嗯 就认为主场应该赢的 对应该是 结果由于压力过大 反而到客场 想要我观众什么也没有亲戚朋友来看 放开打 反而打得好 那么今天整场比赛应该说前两场的单打 前两场的单打非常重要 因为前两场呢这个木子对冯亚兰包括郭岳对刘诗文 这两场应该说都是一个未知的比赛 都是关键 对 八一如果能够拿一场下来 他的双打有优势 好的 冯亚兰准备的不充分 在这几分好像木子的这个竞技状态啊就投入的比较快 嗯 冯亚兰呢就是有些连续的球打了点愣 这两位选手呢不同的特点就是木子反手是升交 以速度连续性为主 冯亚兰的反手是反交 两面反交打法 正手是弧圈 冯亚兰的反手是比赛 冯亚兰的反手 driven 黄亚兰这几分处理 明显感觉到手硬 正手的动作也是 好像在摆一个造型 反手有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 就不是那么轻松从容出手 这样木子11比6 先胜了第一局 这两名运动员呢 应该说彼此都非常熟悉 因为从无论是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比赛 包括世界比赛的去年我记得世界比赛直通萨格勒布还是哪儿就是那个比赛他们两个人就交手过很多次 包括拼超 包括全国锦标赛 应该说彼此非常熟悉 但是在第一局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八一集中能源的这个木子啊应该说他的士气非常的高昂斗志非常旺盛那么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投入投入的程度应该比这个冯亚兰要要这个投入一些另外一个呢他体现在技战术方面呢应用的自如一些也就是说你看到冯亚兰你觉得他手有点硬啊 应该说他的思想还在想那个输赢的问题还没释放 所以导致了他的这个这个技战术还没有发挥出来 另外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八一集中能源这个队伍在今年拼超联赛当中的确表现出了过人的地方 他有大概五到六场或很多场比赛他都是打到第五场的决胜盘决胜场就是很关键的两分他拿下来 所以这个队伍他是积累的嘛他这种士气啊凝聚力啊确实都是一个很很高的一个高昂的一个趋势 嗯那么应该说以往呢这个八一队呢这个呃他的这个战绩也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今年呃这个郭月的加入应该说对整个全队应该说心理上是一种鼓舞 所以他在这个第五场在关键时刻的这个关键分的时候还是体现了一种自信 他整个队伍的这个排阵啊也盘活了 你看单纯一个木子和曹真他俩肯定得有一个打两场单打 现在就是郭月一单一双比如说曹真保伟打第五场木子冲前两号 嗯是吧他年轻有冲劲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排阵呢就是整个这个队伍他的实力平均 不管是第五场还是前两场的搏杀 还是这个主力队员像郭月的这个双打他基本上死掐 嗯这样的话他他非常合理 从冯亚兰的角度这场比赛他如果想打出一点 味道打出点优势和特点他还是要多多的制造旋转和节奏 因为这个木子的反手呢他生交你一倍的快一个节奏 生交是非常舒服和对点的对节奏 所以冯亚兰呢一是需要变化积极主动用正手来得分 第二个在反手要制造不同的节奏啊很薄很轻很转的球 我看这个木子啊确实对冯亚兰非常了解 这个我们从几个落点上啊就看到这个木子一个是在摆短当中 他敢于连续摆这个冯亚兰的中间中间正手短球 另外一个木子主动上手的时候呃尤其是这个正手弧圈球 拉到这个冯亚兰的这个正手位这个得分率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你看这个球一个是木子侧早了再一个接下来他就不敢轻易侧了 现在比赛当中乒乓球是这样有一个这样的球马上你就不敢动 底下再给你反手你就用反手扛着 大蓝侧机会 那么作为这个冯亚兰的这个技术特点呢 应该说他的这个正手不圈球是他的主要得分手段 无论是发球抢冲还是在这个走动中正手连续拉 正手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得分手段 那么木子呢相对于冯亚兰而言呢 正反手的这个应该说这个使用的这个比例 包括这个优缺点的这个平衡度要比这个冯亚兰好一些 就是不像这个正手是特长反手就是稍微就是很差或者比较明显 那么作为木子来讲今天这场球啊就是一定要站住位 那么作为冯亚兰来讲呢一定要敢于搏杀敢于多用正手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应该说今天啊就是使用 呃技战术和这个主导思想应该说是不一样的 是 如果说木子现在你看他现在着急侧身 他比冯亚兰还慌 那么你的你的特点和优势在这场球当中就体现不出来了 是 这样的话十比四 冯亚兰赢下了第二局 双方呢在前两局打成了一比 我们还是请 啊我们在休息之后呢再请刘伟 给我们做第二局的点评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团的决赛 这是双方第一盘单打 我们还是请刘伟世界冠军刘伟北京大学的老师 给我们点评一下第二局这一个微妙的变化 嗯那么在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呃我们看到这个木子啊有点求胜心切 呃非常想急于进攻侧身 侧身过多呃 呃那么造成了这个无畏失误这个比较多 使得这个冯亚兰呢抓住了这个战机 那么在这一局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呢呃 这个木子呢应该首先是自己站住位想办法一定要让冯亚兰打住冯亚兰的中间和反手位 冯亚兰如果说不动就打住他的中间反手位冯亚兰如果说想侧身的时候 木子一定要有胸变直线也就是胸变冯亚兰正手呢作为牵制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战术还是要压住冯亚兰的这个薄弱环节也就是他的这个中间和反手位 嗯那么作为冯亚兰来讲呢一定要要想取得这场球的胜利 从发球开始 多变 多变 对 一定要多变 变得这个木子一定要心慌 变得站不住位 对站不住位 木子想着急想进攻的时候冯亚兰才有机会赢 这个刚才刘伟说的非常到点就是说这个要多变 但对女运动员来讲这个多变啊其实很具备挑战性在比赛当中他需要这种魄力和胆识 有很多运动员就是说变变 真到该变的时候还是不变 还是不变 他就是天生的这个女性一个特点 女运动员他就是以保守 相对男运动员他就不这样 他就是保守 对 怎么温妥怎么来 他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保守或者说敢不敢变 需不需要变 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打法 打法类型 你比如说像你作为纸板快工运动员 你必须得变 必须得变在前面 那么像冯亚兰 他的反手是他的薄弱环节 那么他不属于是实力型的 而属于快速凶狠型的 那么他就一定要变 所以说他每个人的这个是不是能够身心合一的在打球 就是跟他的这个思想跟他的技术是不是能够搭配完美的统一在一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个现象 如果说冯亚兰站在中间使用反手过多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个比分应该是应该是就是会落后 那么他冯亚兰敢于搏杀 全场飞起来的时候 全场跑 全场跑 对 全场跑 全场飞起来了 你就觉得那基本上他就占据上风了 这个机会其实非常好 但是冯亚兰的这个处理的过心 这个球你按一下之后 削过来不太转 其实拉一个加转就够了 这是个机会球 打成6比3就希望更大 但是刘伟亚兰我们看今天这比赛从第一局开始 双方这种两人这种掐的就特别的 这个有这种火药 火药味很浓 到底是决赛 对 不同于这种联赛的常规赛 木子你看 他这个侧身就跟炒股是 他有风险 你要侧身 那你要考虑 你侧身你能不能 能不能有杀伤力 同时你能不能有连续性 对方变你正式 你能不能跑过去 当然你想太多也没有 你想太多你侧完 怕人给你个正式 你还是过不去 那侧身就是说 要么就下狠手 要么就别侧 不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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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球 如果手上加点保险 现在又6比7了 它有两分 对 现在 冯亚兰还是落后三分 这个木子呢 是八一队 应该是近几年最推的 最力推 最培养的一个运动员 非常 戴莉莉 非常看好他 对 这运动员呢 有一定的特点 打球也挺灵气 但是基本功 他的底子 我觉得不厚 比如说你看他今天 我就靠反手 弹死你冯亚兰 如果换是王涛的反手 今天我就站住了 就弹你 你一点脾气没有 是吧 这就靠功底 他没这个功底 他就一会儿侧 一会儿反手 反手不行 我正手 正手不行 我再又反手 他反复的倒撕 对 确实杨颖 我就觉得这个运动员的训练 他的性格脾气 跟他的这个打法 应该说是 一致的 一致的 就是这个人 首先他如果说 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他才能够练到 很扎实的基本功 对吧 你如果说 就是一会儿想这样 一会儿想那样的时候 我觉得他在这个战术的使用上 可能也不会就是 靠那种实力去打球 对 那就要看 木子从灵巧方面 变化上面 要再加上反手的实力 我们来看 现在5比8 长球 像打成这样 木子都非常上风 就站稳了 对 反手拼实力 对 其实现在木子就 就看冯亚兰动 还是不动 冯亚兰不侧身 三分之二的球 木子一定要打到 冯亚兰的中间 而不是对他的反手 退台打反手 对的 不要用闪光灯拍照 不要用闪光灯拍照 十一五 讲十一五 木主拿下了第三局 两个选手应该说在场上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 就是彼此了解 所以他调整的很快 那么我们这次拼超联赛应该说经历了三个多月 拼超联赛 这个男女各八支队伍实力呢 都是非常强的 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强 最优秀的这个联赛 拼超联赛呢 他这个奖金 我今天还特别看了一下 大家那个物质奖励还是要有吗 今天看了一下这奖金 他的奖金呢 是冠军四十万 这个四十万奖金呢 他是跟第一阶段的 根据第一阶段的成绩来的 比如说山西大宝国第一阶段的打第一 他就是四十万的奖金 如果第二阶段的成绩 好于第一阶段 一个名次的话 他增加百分之二十 就大组合如果再拿冠军 他还会增加奖金 在原有的技术上 如果你要低于第一阶段成绩 比如你第一阶段打第一 现在第二阶段你打了个第三 或打了个第二吧 现在最差打第二 你就要下辅百分之二十 他是这么一个激励的办法 来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第四局 我们刚才看到 木子的反手快弹 非常漂亮 但是呢 弹的落点不好 也就是说什么 他如果说这板球 弹到冯亚兰的中间 过来最少是一个机会球 要么直接得分 但是他弹到对方手底下呢 那这个球 也得不了分 也没有成为这个机会 所以说乒乓球运动员 对落点的要求非常重要 可以说平时训练在练什么 练指哪打哪的本领 比赛当中在干什么 通过落点可以体现 这名运动员的思想 这个也说的 对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的要求 都是很高的 就是训练你不能图舒服 一定要有要求 对 包括你打到哪个点上 你差一厘米 差一公分 这个比赛的效果 对 得分的 次数是完全不一样 我记得 前世界冠军包括刘伟 戴亚平 都非常的 注重这块 在训练上就是 刻意的给自己增加难度 所以我要打斜线 必须要打斜线 是吧 要打底线 那就一定是白线 其实杨阳 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队和国外运动队的一个差别 对 优良传统 木子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我记得是上届世平赛 木子的直通 最后好像是赢了李小霞 他拿到了一个资格 对 那次是中央电视台也是一直直播的 木子可以说那是一战成名 让很多观众认识他 不过刘伟今天我们看这场比赛 还是非常过瘾的感觉 是吧 他毕竟是一个 对咱们视觉上是一种冲击 两位选手非常年轻 在场上的拼劲杀气 对 这种拼搏的劲头 确实对冠军 对这个竞技体育 想获得取得胜利这种渴望 都是很强烈的 对 那么现在木子2比1领先的情况下 首先他不要保守手软 那么在这个落点上 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是不是能够执行出来 那么在1比2冯亚兰落后的情况下 冯亚兰肯定会 会这个搏杀 这个搏杀就像刚才这种侧身 他一定要就是敢于侧身 他才能够有机会 如果说站在中间打的话 应该说就像第三局一样 他的希望非常渺茫 这个球 冯亚兰在 相持的时候 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你看这个球已经很主动了 主动之后 他这个测试 冯亚兰这把测试没什么质量 如果有准备的话 就是对方一旦一抬手之后 马上这把球就一定是狠的 狠不出来 那对方就喘过气来了 肯定就缓上来 就反手弹击的速度又出来了 威胁又出来 出质量 这种质量 冯亚兰的反手加摩擦 我觉得这场就他俩 应该说正手拼正手 冯亚兰又要好于他吧 刘伟你觉得呢 就光凭正手对正手 这个对拉什么的 应该冯亚兰的跑动能力 正手杀伤力度 可能是要稍稍 我觉得这个是50% 所以说牧子现在还没有 把整个落点运用到极致 也就是说现阶段 牧子一定要干嘛呢 现阶段你看 他前面打冯亚兰 中间反手 在第三局很奏销 但是现在冯亚兰 非常注意中间位的球 那么这个时候 牧子的反手直线 需要出来一个两个 敢变是吧 一定要敢变 要胸给一个正手 之后再回来 我觉得这几分很明显 这个牧子还是有想法 偏软这球打的 你看摆啊 出高球 出高球 摆短 然后相持呢 强点场 一切都是这几分是 冯亚兰来主动牵着她 牵着她的鼻子走的 4比8 我觉得这声交的反手 我看的感觉最好的 还是王涛的反手 很扎实 对 他那个反手太扎实 就在蹲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他重心又低 然后最反手的这种 强大的一种实力和气场 就打 th 小平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看木子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想法了 看能不能把反手生交的这种特点 特色的速度能打出来 还是要坚定反手位的信心 把一个失误 这样11比6 黄亚兰呢追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四局呢就打成了二平 稍后要进行的是七分制 这个七分制是更加刺激 刘伟你觉得七分制他俩就是谁不说输赢 就他俩谁有优势 你觉得从把关键球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七分制有点像足球那发扁球 偶然性非常强 那么作为他俩应该说是这个 棋风对手 水平差不多 那么作为 目前来讲 应该说他们俩的这个气势非常重要 你没发现吗 就是前面1比1的时候木子的气势出来了 完了1比2落后的时候冯亚兰的气势出来了 那现在是2比2到了第5局我觉得还是两枪相遇勇者胜 首先谁把这个精气神出来 他可以带动技术水平的发挥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种金球制的一个赛制上要注意打细节 抓机会 一旦有机会了绝对不要放弃 这里面呢就需要一定的技巧 就高水平他呢 比如说出台半出台是球 判断出来了 和你没判断出来搓一板 错过了这个机会 可能就完全的天壤之别 就在细节上谁能够胆大 心细 我觉得从技术环节上木子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看他是不是反手够坚定 站位稍微往前站半步 弹出去的这个球就不一样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这个心态的这个坚定 可以带来技术水平的这个可以带出来 不然的话就是老在那琢磨输赢的话 这个手会越来越软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七分质 发球的是冯亚兰 测了 这个球 这个球测身测的 算准了 是一个算准了一个也胆量 所以你看你看从第四局开始 第四局其实木子就该变直线了 反手就该变个直线 到目前来讲一个都没变 没有牵制 对 没有牵制别人站稳了 这个反手也能够跟你相持 也不 半台对你全台 是吧 变了 这个球变了 这质量不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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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亚兰逆向旋转之后 双方很快形成了上旋相持 木子变直线 质量不高 七分质 现在零比二 这个生交真不是一般人能打的 你像这种关键球 这种 这种球 对方就戳你一个 你能怎么办 你最多轻拉 拉也拉不着转 那你要有胆量 啪 起板 弹击一板 弹死你 没这个胆量 你就没办法 没这个胆量 你就成了什么 成了两面反交 你生交特点就没有了 没速度 没速度 现在交换场地 木子零比三落后 机会来了 打住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为您直播的是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女子团体的决赛 由八一集中能源 对山西大土 和第一场的比赛 比赛的赛制呢 还是三战两胜 这是双方的第一战 第一战的第一盘单打 双方打到了七分制 决胜局 这两个球变正手 变正手取得了 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黄晓然就要暂停 这是八一集中能源的 教练李毅 也是前国手 国家队队员 原来是来自天津 李毅的打法 就是生交我记得 他是左手 反手是生交 好像半生交这种 对 这是山西大土和 华东理工的教练藏玉英 藏之佬 你看在这个拼盘 应该说他也吃逞了多年了 还是占据这个一线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一个女教练 岁数也不小了 但是他能够把这个队伍呢 带得很和谐 很容恰 对 所以女教练有他的优势 他的这种亲和力啊 感染力和队员的沟通 都会更容易一些 好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这局的七分制 这个发球 接发球 这份球非常重要 现在是3比3还是4比2的问题 好球 木子 木子在反手调起来之后 木子也打出了速度 在中间这个位置 木子呢 是加了质量 没有被动出手 其实木子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 可以走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发这个 发冯亚兰啊 正手偏右短的 侧上侧下都可以 侧下完了之后一定要有反摆短的 回摆 对 侧上发完之后 他一轻挑 这个球一定要压出去 哎呦 这个球其实 冯亚兰也挺虎的 对 算准他了 他怎么虎呢 其实这个球 木子发球明显出台 他没拉 他就摆了一下 这球多长了 都怼着他 顶着他了 摆了一板之后 木子起来 然后立刻变 这个球 确实是现在啊 现阶段是在斗智斗勇 是吧 斗智斗勇 那么从冯亚兰的这个接发球 他根本就不摆短 你看他的接发球 我现在我就跟你拼刺刀了 我就是加转反手底线 你怎么办 乒乓球 他难度 难在哪呢 就说 他不像体操 跳水 你做的 自己做的好 你有可能就拿冠军 乒乓球 你打的好 不见得 可能对方打的比你还好 对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对 他博弈的运动 你今天感觉打的挺好吧 你打的好的时候 对方可能比你还舒服 这时候你就输了 所以他难度就在这 有时候你在场上不一定打的很痛快 但这比赛赢了 现在双方在决胜局七分制打成四平 这时候我觉得冯亚兰不能再依靠反手了 不是 他不能发长的 不能搓长的 万一 就是这个比赛啊 一旦打到这个关键球 关键球当中 一定要干嘛呢 抢 谁抢先上手 谁用正手 主动拳就是谁的 对 这个时候一定就是少发长的 少搓长 少批长 谁先主动上手 谁就占有了主动权 好我们来看冯亚兰第二个发球 四比五 短的 呦 这个球 木子有点急了 手也有点直 你看这个球 冯亚兰 其实这球不太转 木子手伸得太前 球没有旋转 如果再停顿一下 或者人在上一个碎步 往前一顶 这反手就有 測选短的 摆短 拉起来 哎呀 机会 真是赢到家的这分 这球你看 真是赢到家 本身你看摆得真好 拉了一个直线 先上手了 已经太机会出现了 这球连卷他正手都不要卷 就拉他反手 拉反手 木子退到远台 这生交根本就没作用 没法跟他对 不可能跟他对拉对攻 反手 他生交 拉不了 所以再轻轻 轻轻拉住他反手 拉住木子反手 他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看看木子 反过来木子能不能把握住 现在六比五领先 正短 再板板拉起来 哎哟 七比五 木子非常激动 拿下了 这场球来之不易 太来之不易 但是你说这冯亚兰 咱真是 今天咱们这个解说也是 真希望他们俩都能赢 但是你看木 这个冯亚兰这个机会 就这有些球高水平 他就是一分 一分处理不好你就输 我觉得他还是对于这个 胜利的理性思维 我觉得冯亚兰欠缺一些 到这个时候 你看他前面摆短 摆的多好 摆出机会来了 自己没抓住 另外一个呢 摆出机会来 没有想到是个机会 又辟偿 对吧 六比六 两分球 我觉得他 这个还是对这个 就是观念球怎么打 他没有进入到一个理性思维的 这个层面 本来太可惜了 我讲今天回到宿舍 肯定得使劲实际的反省自己 或者说非常遗憾 这个球比赛场上就是这样 这才是这个竞技体育的一个刺激 那么现在八一就领先 一分大比分三比二 第一场现在 这个大分是一比零 我们稍后呢 将继续为您